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在94年到97年 故宫周边52米宽的桶子河和城墙中间 两侧单位居民请到的垃圾 已经堆到了水面上 我们就喊出了一个口号 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 完整地交给21世纪 三年社会各界共同地努力 污水截流单位居民搬迁 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前 桶子河变得壁波荡漾了 2000年当时北京是正在承办2008年奥运会 我们不希望大体量的建筑物 大规模的建筑群 寝入到中轴县和故宫景观周围 我们就在中轴县两侧 画了厚厚的建设控制地带 绿色的地方就是不能建楼房的地方 就是保护北京传统四合院平房 胡同的地方 正是因为有了这道屏障 让北京市中轴县今天申报事情才成为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